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相吻合的 而在前两次的节目当中 我们曾经提到 神韵艺术团在今年将首次到香港去演出 网上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看到一条消息 在香港演出的票已经开始出售了 而且从原来的四场增加到七场 文章的题目叫做 神韵门票开售首日 香港人排队 美国神韵艺术团将于明年1月份的 27号到31号的光临香港演出 而七场门票的昨天开始出售 有许多售票点出现了市民提前排队的 轮后的这种盛况 不少市民一买就是几张 甚至几十张 他们提到 神韵艺术团风靡全球 许多人都久闻盛名 所以要提前买票 怕到时候看不着 那记者采访了一位姓叶的小姐 她自己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她早上七点多就来了 而且为什么要这么早来呢 是因为很多朋友托她来买 她说我今天有空 那加上神韵艺术团久闻盛名 所以感到有点紧张 怕自己买不上票 而且叶小姐自己特别提到说 她为什么这么想看神韵呢 是因为她有一些朋友是在台湾 而大家知道神韵在台湾呢 已经连续上演了三年 正是她台湾的朋友跟她说 什么都可以不看 那神韵演出必须看 是不得不看的 另外两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先生呢 说我很衷心的希望 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呢 能够成功 而姓王的先生更提到这么一个说法 说这个艺术团在世界各地 都已经演出了 那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 在大陆演出 那在香港的演出时间呢 实际是呢 2010年1月27号 也就是星期三的晚上七点钟 这是第一场 一直到星期日 1月31号 晚上七点半 那她演出的地点呢 是在香港影艺学院的歌剧院 所以大家呢 我觉得包括很多国内的朋友呢 我觉得其实很有机会利用这个时间 真的去看一看到底神韵有多出名 到底神韵为什么在海外 在西方世界把洋人给震了 那网上在同一时间呢 也提到呢 另外一场演出 实际是神韵艺术团呢 将在本月也就12月份呢 将再次来到休斯顿 美国的休斯顿演出 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神韵呢 将再临休斯顿 而艺术家推荐 文章上来就提到说 就在圣诞节的前夕 21号到23号 神韵艺术团将在休斯顿的 John's Hall剧场连续演三场 文章里提到说 神韵盛名呢 已经在休斯顿的主流呢 传开了 本地最有影响的报纸网络 电台和知名艺术杂志等 反复刊登了其广告 以及介绍的文章和评论的文章 其中呢 休斯顿的一位国际性的社团呢 他的主席在接受 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说呢 我们以能够参与推广神韵为荣 而神韵这样的传统的高尚的艺术呢 将成为我们社团 今年所关注的核心的内容 这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而另外一位在这个休斯顿居住的资深的艺术家 叫做华莱士 他看过神韵的画册之后呢 对大纪元的记者说 这是顶级的演出 美丽多元 极具震撼力和感染力 他说我感到非常强烈的一种能量场 美好的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真正的希望 而另外一位持名国际的艺术界的著名的华人艺术家 那他呢实际是个小提琴家 叫做林昭亮 他自己表示说 神韵演出将传统的中华文化展现在世界舞台 帮助人们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源 让世界各地的观众享受美好 这具有非凡的意义 而且呢林昭亮特别赞许说 中西合璧的现场伴奏 这是一个举创 那运用了西方古典音乐的技法 又有东方文化和音乐的特色以及韵味 他说这无论在中国大陆 台湾还是西方任何一个地方 他都没有看到过 这样的东西方乐器完美结合的乐队 这种形式是艺术发展的方向 那而林昭亮是何许人呢 很多大陆的朋友呢不一定清楚 他实际呢现在是休斯顿莱斯大学的音乐学院 以及母校纽约朱利亚音乐学院任教的教授 他是与马友友和小泽真儿 并称为国际乐坛上最活跃 最有名望的三位东方艺术家之一 所以大家就明白 到底他的名声有多大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